麻煩了 大家可以看到螢幕吗? 我这边正常,看其他会不会OK 好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Jason 那我个人本身在年轻的时候 是非常执着于人工智慧的 这本来是我从小立志要走上 那个学术研究的道路的目标之一 后来因为一些家庭的问题 还有整个大环境,整个人工智慧,整个集动 所以后来这一块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并没有花全部的心力在这一块 那因为研究人工智慧 所以我也除了工程的背景 我也去念了一个生物背景的学位 所以我同时具有奠基跟生命科学的学历 所以今天我的讲题 其实跟这方面是有息息相关 那在台湾,其实谈人工智慧的高手蛮多的 那比我厉害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我比较想谈的是 如何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跟人工智慧 类神经网路以及最近很火红的深度学习 它们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比较深度的结合 这是今天的主题 来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先从神经科学开始 这张slide是一个单一的神经元细胞 神经细胞 在生物体内 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里内 有两种神经细胞 一种叫做神经元 另外一种叫做神经胶细胞 我们看到这张图就是神经元细胞 神经元细胞在大脑里面是 跟周边神经系统里面是负责讯号的传递 那另外一类神经胶细胞呢 它的功能就比较多了 它有辅助保护神经元细胞 那在大脑里面负责整个防卫的系统 就像身体其他部分的灵边系统 淋巴负责这个捕捉进入大脑的这个异物 病毒细菌等等 那以及另外一个目前还没有被研究的 很清楚的另外一个神经胶细胞的功能 是在调控神经元细胞的这边的机制 目前研究的资料还不多 那未来这个是神经科学很大的 一个发展的方向之一 OK 回到正题 一个神经元细胞有一个大大的头部 就像这张图的右手边 这是神经细胞的本体 那这个头部有长出很多像树枝的东西 我们称为树图 英文叫Dendrite 那Dendrite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接收前面神经元细胞的讯号进来 所以它是一个接收讯号的输入端 那在这张图神经本体的左下方呢 有一个橘色的长长的一条 像蛇状的 很像那个蝌蚪的尾巴 这个我们叫做轴图 那这个轴图是干什么呢 轴图是我们从前面的一个神经细胞 接收到讯号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电位 由轴图一路往后传 传到尾端的时候 会有很多像小树枝的东西 这个叫做轴图的末端 它会把这个讯号 接着传给下一个神经细胞 神经元细胞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神经讯号就是这样透过一个接一个神经细胞相连 然后达到这个电讯号的传递 神经跟神经细胞之间是怎么传递呢 它们之间并没有完全的连接 我们看右上方有一个图 其实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 有一个很窄的一个 类似像一个空隙一样 我们称为图处 图处就是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 快要接近接触的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讯号 从前一个传到后一个神经细胞的一个地方 你看左边这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神经元 然后传到后面另外一个神经元 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细胞之间的一个传递 中间的一个点 叫做图处 那神经细胞怎么传的呢 在比较低等的生物 比如说像乌贼 它的神经很大一条 所以它就像左边的图 从神经的细胞本体 产生电讯号一路往下传 传到后面 那右边呢 就像我们哺乎动物 像人类的细胞 它的那个神经呢 这一条长长的尾巴呢 它很细 那如果大家对于电子学有概念的话 比如说加乌的电线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塑胶的绝缘 除了避免触电以外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 就是要避免电讯号的传递过程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在台电大的电力系统 上面的那个电线都很粗 它并没有任何的绝缘 可是在加乌的电线 它是有绝缘体的 那同样的在高等哺乳动物类 动物的神经细胞里面 它也有这种一个一个的绝缘体 可是呢 它的绝缘体不是从头到尾的 你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每一个这个圆 大概像这个圆形包裹起来的 这个圆柱状的 中间都有一个空隙有没有 其实真正讯号的传递 是透过这个空隙 这个没有围起来的这个包起来的地方 做跳躍式的传递 所以我们中文称为跳躍式传导 这是一个神经细胞里面 真正电讯号的传递 它不是一路通到底的 它是从神经细胞一段一段的传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大家 我这边是OK 其他大概还没有问题 好 那一个细胞里面 它的电讯号的这个波形 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称为动作电位 那细胞里面的电讯号 它是完全靠电化学离子的这个浓度T度 内细胞内跟细胞外 正负离子的这个带电的不同 来产生电讯号的 在正常状况下 一个神经细胞里面 它会带负电 表示外面的正离子比较多 细胞内的正离子比较少 那主要的离子有钠跟钾 它以及绿 那透过前一个细胞传过来的讯号 它透过一些神经传递物质 透过刚刚讲的这个 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这个小空隙 它会送出所谓的神经传导物质 然后由神经后面的这个细胞接收之后 它产生了一个动作电位 那前面的神经细胞 如果来的这些讯号够大的话 它就会超过这里所谓的这个预值 随许后大概是-55mV 它是MV 超过这个-55mV之后 细胞内就会产生一个电脉充 它会做工 就像物理学 你那个力学你要产生一个力 你就必须对它做工 同样的在一个细胞里面 要产生一个动作电位 你那个细胞里面也要做工 就像你每天吃饭 产生的能量用在细胞里面 就是用来做这些事 这是其中一个 它就会产生一个像这张图的动作电位 所以它的最高点会是产生正-40mV的高峰 那产生之后它会降下来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它是不会再产生下一个动作电位的 这一段像一个波谷的这一段 叫做不反应期 那整个讯号就是不断的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的脉充 它会一个接一个 如果这个讯号很强的话 连续的后面的细胞也会产生连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脉充电位 OK 刚刚讲的都是单一个神经细胞 那你知道类神经网路是一堆细胞集合在一起 那在大脑里面呢 比如说以最重要的我们在脑壳下面的这薄薄一层 这个叫做大脑皮质 它的大小大概是一张大张的餐巾纸 就像你去餐厅 不是有一个那个通常会放在你腿上的 或是套在你那个衣服上面的一张餐巾纸 整个大脑皮质大概就比那张餐巾纸再大一点点 那它的厚度呢大概是六张浦克牌的厚度而已 那每一个皮质呢垂直于大脑脑壳下面呢 它一般大概都是六层 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六层 从最上层的L1到最底层的L6 那神经组合在一起呢 它的单位叫做神经柱 这边也叫做皮质柱 或是有人叫做这个microcolumn 一个垂直皮质的这样子一个六层的神经细胞组成的 它大概是数十个到一百来一个这样的神经细胞组合成 这样子一个集合呢它代表了一个单位 在皮质里面所有的地方不管是负责视觉的负责听觉的 或是在你的前额负责统合所有的这些思想的 在你的大脑的前额的地方 不管是任何的地方 它所有的单位组成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形成 那每一个地方它会特化依照不同的功能 会稍稍有不同 但是它的基本的功能基本上都是一样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从听觉放到视觉理论上 它的功能应该是要一模一样的 它可以从听觉的功能 会变成视觉的功能 所以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实验 比如说在一些老鼠啊猫 在它很小的时候 把它的视觉 从眼睛视成睛到这个视觉皮质 把它切断 然后把它改接到它的触觉 等它长大之后 它原本负责触觉的地方 也有一部分也变成视觉了 这个叫做神经可塑性 但是大人成人之后 应该说小孩之后 这神经可塑性的能力会大大降低 所以这对于成人 这样的手术是没有用的 所以盲人你没有办法说 他可能这个眼睛是好的 但是它的视觉皮质是坏掉的 对于这样的盲包 我可以把它接到它的其他地方去 它就可以看见 这个目前来讲 还是不是可行的 主要就是因为成人在部分 这部分 它的可塑性没有这么高 OK 那每一个皮质柱 它有一个接受域 就是它自己垂直这一面 它的附近的范围 它不会跑到很远的地方 从远端里面去接受资讯 或是传递资讯 每一个都是在它自己的范围 有限的范围内接收单位 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 比如说最中间这个被激发了 那它会送出讯号 把它两边比较远的地方 它会去抑制 这是在目前 神经网路 类神经网路 跟深度学习 还没有加入的机制 在大脑里面 它除了刺激的讯号 它还有抑制的讯号 这里大家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没有问题 OK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 或是打在那个 如果不方便开麦的话 就打在对话框也可以 OK 好 这个 这个待会我们 请说 没有没有 它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OK 呃 我们这里提到的这个接受域 这Receptor Fill 我们待会再提到这个 卷积神经网路 它就有用到类似的概念 OK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讲的这个 皮植柱 还有单一神经的这传递 我们来看它在 大脑皮层里面 它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这里我不打算 讲细节 因为它其实蛮琐碎的 右半边 是往上传的机制 所以往上传就是从 比较初级的 比如说你 你感觉到一个触觉 它一路从你的皮肤 一路透过人脑的神经网路 一路往上传 传到你的大脑有知觉的地方 这是上传的皮植的路径 那 左下方呢 是下传的路径 所谓下传的路径就是说 你今天看到一个杯子 那你会 控制你的手去拿这个杯子 这个就一路从你的 大脑有意识的地方 一直传到你的运动 的神经 这个就是下传的路径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传的跟下传的路径 基本上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在大脑其实 神经网路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到目前来为止 这还是一个神经科学最后的 生物学最后的一个圣杯 那再来讲到在整个大脑 以被最研究最透彻的 这个视觉 为例 来举一个在大脑怎么传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多传来传去 其实非常复杂 那这里面 这张投影片 基本上要讲一个概念 待会我们在讲 圈基神经网路的时候 也会看到有这样的影子 我们看到 在右手边是你大脑的后方 就是我们称为整夜 就是你的这个后脑勺 在神经科学的术语 称为整夜 一路是往上面传的 往你的大脑 脑壳的正上方传的 这个叫做顶夜 那另外一路呢 是往大脑 靠近你的这个 大脑内部的 这个叫复侧 这一个区域叫做涅夜 大脑的涅夜 这是复侧 在大脑的负责视觉的处理呢 从你的后面处理视觉的这个后脑勺呢 往复侧的这一个 主要负责的是物体的辨识 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 辨识这是一个杯子 是透过 主要是透过复侧的路径来处理 那现在你看到一个杯子在你的前面 比如说杯子后面有一个橡皮叉 那杯子在前橡皮叉在后 那这个就是备侧负责的机制 负责空间的关系 那在类神经网路深度学习 我们基本上对于复侧 基本上已经以工程的方法 我们在深度学习 有识做出来类似的东西了 可是我们在背侧 这空间关系的定位 目前还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如果这里面有人立志之后 要做这个类神经网路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图 我们先看上面 这个投影片叫做 英文叫 Hierarchical Sparse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翻成中文就是阶层的稀疏分布表达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阶层 上面这边是一个人 从眼睛进来 那这边有所谓的V1 V2 V4 一直到IT 这代表了在大牢里面 不同阶层的单位 这个四神经的单位 那V1是最初阶的 IT是最高阶的 你可以看到 到V1画了很多像线条的东西 然后V2画像这个H 像这个边 一些简单的形状 然后到V4 有像耳朵 像一个人的头 渐渐形成了 然后到IT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意念的表达 它是一个抽象意念的表达 所以在生物的脑里面 一个东西它的认知是从很具象的 比如说以这边的例子 视觉来讲 它是很具象的线条 一路到很抽象的概念 这是一个阶层结构化的生物脑 在大脑里面的整个网络 是这样的一个组成 在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张图 下面这像蜂窝状的东西 称为LGN LGN是在大脑内部 一个叫做四丘 这个它专有名词叫做外侧西状河 三个字的缩写 这是四丘里面的一个部位 那这个部位是干嘛呢 它是大脑四神经经过四神经交叉之后 第一个到达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的眼睛有两支 每一支都会送到左脑跟右脑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大脑是分左右脑的 然后中间有联系 所以在很多东西都是两边都会同时送的 不过它不是完全对称的 大部分人都是左脑优势 有少部分人是右脑优势 可是很多讯号都是同时送两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送进来的 眼睛看到有一个很像一个方形的图 送到这个外侧西状河的时候 它是一个方形的图 然后在神经讯号往上送 到了视觉皮层的第一层V1的时候 你没看到它在讯号移动进来的过程当中 它不是所有V1的神经细胞 通通有反应的 然后你都可以看到 它在不同的位置 它反应的细胞不一样 这里每一个黑点代表一个神经细胞蟲 就刚刚讲的神经柱或是皮质柱 它不是一个细胞 它是一个神经柱的单位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全部都反应 只有少数几个 而且它根据位置的不同 产生反应的神经柱也不一样 那第三个 你进来的是方形 出去的进到第一个 视觉皮质处理的讯号 它不是一个方形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线性的对应关系 它是一个有经过编码的对应 这是代表这一张投影片的第二跟第三个字 稀疏分布表达 我们待会会在讲深度学习的时候 会提到很类似的概念 OK 那再来是一个神经细胞 它在激发的时候的刺激 在生物学上面有一个发现 叫做长期争议作用 所谓的长期争议作用 LTP 如果我今天给它一个强持持续的刺激 就是一个很大 然后比较长的时间的刺激 后面的接收的神经细胞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应 它会比如说我今天给它一段刺激之后 我停止了刺激 但是后面的细胞 它会持续的发出电脉充讯号 而且它的讯号会比正常的刺激 它的峰值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正40mV 还要再更高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 左边进来的刺激 正常的是40mV 比较短 可是你给它一个很大 长时间 也没有很长 就是比较长时间的刺激之后 后面的神经细胞 它的反应就很激烈了 基于这样的发现 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法则 后面的人 我们后面的人称为叫做 海伯学习法则 它在讲什么呢 当一个神经细胞跟一个神经细胞相连 如果它们之间的联系 会依着两个细胞之间的刺激反应而加强 也会因为两个细胞之间的反应减弱 它的强度也会减弱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左边两个红色的 如果这个Si的细胞 对后面的这个 它要传递的神经细胞 很强的刺激 相对的这两个细胞之间的联系 这边用数学的方式 是用WiJ 这个WiJ呢 这个权重也会被加强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两边的刺激很弱 或是它送过来的刺激是抑制的 就是我不是来刺激它 我是来抑制它产生讯号的 两者之间的强度连结 两边的WiJ也会相对减弱 这就是所谓的Tab Rules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OK 好 我们到此已经讲完神经科学 对于脑神经细胞 以及神经网络 一些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主题 人工的神经网络 或是现在 换了一个名词 叫做深度学习 这个是第一代的神经细胞模型 数学模型 就像刚刚所讲的 我们有一个输入 X 那这边有代表很多输入 S0 S1 S2 一直到SN 那每一个输入 会连到后面一个输出 那中间的强度呢 我们就用W代表 或有时称为Omega 同样的 每一个输入 每一个神经细胞输入 X 都有一个相对应的 W或称为Wate 权重 所以一样有W0 W1 W2 一直到Wn 那在第一代呢 它基本上 就是所有输入的加种 就是W乘以X 那不同的输入整个加加起来 就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线性怠数的加法乘法 加上一个数学上定义的一个偏移量 一个B 那在第二代网络呢 除了这个线性的关系之外 加上一个称为叫做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后面的这个F函数 它把前面的这些加种呢 透过一个函数变换 从一个定义意 转到一个直欲 你可以把它看到 我们刚刚在讲一个 神经细胞的传递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一个脉冲波形 从一个波形到后面 传到后面透过编码 变成另外一个不同 代表被编码一一后的讯号 同样的这里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来代表一个神经细胞 跟神经细胞之间的一个变换 那这边的activation function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像刚刚讲的 生物细胞里面的这个动作电位 它的那个电讯号 那在实际上工程应用上面呢 有不同的这个activation 激活函数 那在不同的模型 不同的细节 它会应用不同的激活函数 比如常用的这里提到的 最最左上方的这个叫做 Sigmoidal function S函数 它是介于0到1之间 所以它透过这个函数转换 你基本上最大它会是1 最小会是0 那中间就是都会介于0点几 它绝对是正的 那右边呢 是三角函数 函数里面的这个双曲线函数 Tangent H Hyperbolic H 这也是很常用的一个激活函数 那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很多 那左下角呢 是简称为叫做relude relude relu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激活函数 那它的特性就是说 从0以上的 它是完全线性的 如果今天输入的讯号 整个加总起来 它是小于0的 它就整个是以0 来表示 那最右边的叫做solmax solmax 基本上数学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那说穿的就是在一楼子里面挑其中一个 就是多选1的意思 那它对应到图形 它有点类似像那个波兹曼分布的图形 ok 讲完单一个神经元模型 我们来讲 早期第一代的神经网络的模型 叫做感知机 这是第一代 感知机其实很简单 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一模一样 它有很多输入 然后中间有wait 然后把它做 两个输入跟wait 相乘之后做加总 唯一 perceptron第一代 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一个单步的 叫做step function 单步函数 那这里最早的论文 如果没有错的话 它是介于1到-1之间 所以就是说 它如果输出是没有的话 就是负1 如果是有的话 就是正1 它基本上像这个电脑 这个binary一样 不是负1 就是1 那后来也有人把它改成从0到1 所以有些这个step function 也有实作上面是没有输出的话就是0 然后有输出的话就是1 那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感知机也变得很复杂了 那这是现代的所谓的multi layer perceptron 也是这个深度学习最基本的模型 那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只有两点 第一个 刚刚的前面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输入 然后就输出了 很单纯 到了 这个多层感知机 简称mlp的话 它多出了隐藏层 就是说除了输入跟输出之外 中间有很多内部的神经元 那它可以是一层的 那也可以是很多层 所以才会叫做多层感知机 那这个感知机有个特性呢 所有的输入前一层的神经细胞 会跟下一层的神经细胞全部连接 有没有 第一个神经细胞会跟第一个输入层的 第一个细胞相连接 也会跟第二个相连接 会跟每一个下一层的神经细胞相连接 那同样的每一个 从S1一直到SM 全部都会做一样的事 内部的隐藏层也是一模一样 一直到输出为止 全部都是这样的方式连接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跟第一代的 Perceptron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不再仅限于 刚刚很简单的这个-1,1 或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 step function 阶梯函数 单部阶梯函数 它可以是我们刚刚稍早提到的 任何的一种 所以它会做一个非线性的变换 OK 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perceptron模型 我们刚刚提到的 生物的神经网络的 皮质柱为单位 我们刚刚是有提到 那个receptor field 它的接受域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每一个都跟下一个 所有的神经元相连 所以这个计算量非常的大 如果今天你的输入是100乘100 那里面的隐藏层 你有假设有1万个神经元 有10乘1万个神经元 然后输出有10类 你可以想象这个计算量有多庞大 所以呢 为了减少这样的计算量 还有其他原因 在1980年代 有一个法国人 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叫做Yang Li Kun 他在1980年代 提出了一篇论文 那这篇论文 其实是基于更早之前 一个日本学者提出的论文 叫做Neocognitron 那Neocognitron 基本上是基于生物脑的一个神经网络 视觉的而提出一个模型 所以圈基神经网络 他跟这个脑神经的视觉的研究 有很多的从里面取得一些灵感 那他的基本结构呢 有三个单位 一个就是所谓的圈基层 我们待会提到 那做完圈基层之后 会去做一个非线性的转换 就这边所谓的 Non-linearity 那因为这个 圈基神经网络 他的激活函数呢 这个Active function 用最多的 是用所谓的叫做RELU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slide 可能有人忘记了 最左下方的这个 他的激活函数 最常用的是用这个 所以你会在一些书或文献看到 做完这个convolution之后 他会做RELU 其实就做非线性变换 那做完非线性变换 为了减少计算 会做down sampling 这边专业术语叫做pooling 他其实就是做缩小取样的意思 就好几个取一个 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CNN的模型 那他变形的话 他有可能会做不止一次的 倦机 就倦机预算 他可能不是只做一次 他可能会做两次 甚至有时候三次或更多 然后才做非线性变换 然后做pooling 那基本上他的结构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依序进行 然后做完pooling 就是下一层的这个convolution 然后再做re-root 然后再做pooling 这整个倦机神经网路的 阶层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不曉得大家 清不清楚最近 深度学习的研究 已经转到 这个所谓的非监督式学习 那其中有一个很热门的 研究题目 叫做深层模型 所谓深层模型就是说 我今天一个神经网路 我已经给他 为了一些东西 他已经了解一些东西了 那我今天要让他去产生 就是做类似像人 举一反三推理 比如说你今天训练一个男性戴眼镜的 图像 然后训练了很多他学会了 那你今天丢一张 改成丢一张女性的脸 那他就可以把眼镜跟女性做结合 变成转成一张女性戴眼镜的 以这张图为例 上面是一个我们刚刚提过的 圈基神经网路 那这边输入一个车子 那如果训练的好 这个网路学会了车子 OK 所以整个网路学会了这个车子 能内在表达 他以比如说 大家会用数学方式 说它是一个 这个模型的一个几率分布 所以 当我这个物品的在内部的模型表达 学会之后 我就可以去产生 由学习到的这个内部表达 来产生一个类似的物品 就是反推回来 我们刚刚都是输入的东西 要他判断是什么 现在是反过来 我已经有内部已经学到这东西了 我要反过来 把这个物品把它合成回来 但是不是100%复制 不一样的 这是他内部形成 他一个所谓的叫做 Latant Representation 潜伏的一个表达方式 他学会了一个物品 或是 这边是因为是视觉关系 所以是以一个物体 具象的物体为单位 但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它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意念 它也可以是一个句子等等 这个 一个是现在很夯的一个应用 叫做深层模型 那其中 一个 深层模型有很多种 其中一个 现在大家追的最勤的 叫做 GAN 叫做 Generative Advisual Network 深层对抗 网络 这是深层模型里面 当中里面数学 可能是最少的其中一种 这是目前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这是一个结合CNN进一步延伸的一个例子 OK 我们回到CNN模型本身 那CNN内部实际上面是怎么运作 我们先从这个卷基层开始 那这有一个32x32的一个输入的图 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突突的 像方块突突的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5x5 OK 那这个5x5呢 我们称为一个filter或是kernel 这边实际上有讲filter或是kernel 那这个是一个卷基核 中文有人把它翻成叫做卷基核 那这个会跟图的每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偶合运算 那其实说穿的这个filter呢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weight 就是输入跟weight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以卷基神经网路呢 比如说输入是5x5 它就会从左上角 第一个 然后一个5x5的宽度 一个一个做运算 在最下面一个公式 它有一个W-F加2P除以S 然后刮乎起来加1 这个是整个卷基核运算的一个公式 这边的weight代表 它的长或宽 以这边而言就是一个32x32 我们以那个羊里困 那个LENET5 为例子来说明 它是用一个叫做MNIST 的一个资料集 它是一个数字的资料集 0到9的一个阿博数字的辨识的一个资料集 那它的大小图的大小是经过整理的 是一个28x28个点 很宽都是28x28个点的一个图像 所以这里面的W就是28 OK 那它的filter 它的卷基核呢 是5乘5 所以这边的F就是5 所以28-5 等于23 那这边P 这边P 叫做Zepadding 就是边边 填上 黑边空白 就是没有资料的意思 填黑边0 空白 那在 在 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 输入是28x28 那我要让 它在第一次做卷基运算之后 它的图还是32x32 所以 我在两边 各补 每一边各补两个空白点 所以这边的P是2 所以 每一个 比如说一个长来讲 两边各是2 所以加起来 就是4了 所以这边2乘2 刚刚有没有 刚刚是28-5 23 再加4 27 有没有 OK 然后除以S S代表什么 刚刚有提到 每一个卷基核的运算 它每一步要跳多少 如果 称为stride 就是每一个蝌蚪移动的间隔 就是移动多少pixel 如果 每一次是移一格 比如说 最开始的时候是左上方 一个5x5 然后往右移一格 然后再做一个5x5 这时候stride就是1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边的S就是1 所以 前面瓜虎加起来 运算之后结果是21 加1 有没有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 第一个卷基层 它产生的图 还是跟原本来的图一样 还是28x28 28 28进来 28-5 加2 乘2 除以1 加1 等于28 那这样的作用 有两个用意 因为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它是辨识阿伯数字 那阿伯数字只有0到9 那原本的资料集 它并没有留太多边 所以 一个阿伯数字 边边有可能是它很具体的特征 所以我必须要保证说 我在做卷基运算的时候 所有必须重要的资料 重要的特征我都有取到 所以它才在外面补空白 那也为了避免在卷基跟后面的 这个 down sampling的运算的时候 损失过多 所以尽量保持跟原图 不要差异太大 这个是当初这篇很有名的论文 它做这样子的一个 运算的原因之一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长长的 一二三四五 像横轴的五条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卷基核 一个kernel在取一个特征 取一个特征是什么 我们回到 刚刚讲的这个 神经科学的例子 就像我们这边 V1 V2 有没有 这在取一条线 一条 这个角角 这就是一个卷基核 它的作用 那你要判断这个图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有很多卷基核 把这些特征抓出来 有没有 所以你就要有好几个卷基核 先把这些线段什么的特征 抓出来 所以你会有好几个卷基核 所以才会说 这个卷基神经网络是3D的 三维的 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同样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可能只是一个单色的 单色的黑白的一个图像 所以它只有一个32乘32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彩色的 你会分RGB 但是就都一样 RGB分成三个图像 然后做一样的事 这样 OK 那这张Style 是一个动态的 你就很清楚了 整个卷基核 运算怎么算 左边的第一排就是 第一个卷基核 然后第二排 第二个直列就是第二个卷基核 这边就是类似像RGB 这样子 你会看到 它一个三乘三 然后每次跳两格 Strike等于二 然后最后算出来结果 最后的这个输出呢 它有一个专业术语 在这个CNN的专业术语 叫做 Feature Map 特征图 就是你可以具象看到 这个做convolution之后的 产生的图 就是这个结果 叫做Feature Map 这个图是从 Stanford大学CS231 这个很有名的课程 网页截取出来了 如果你对于深入学习 想要进一步了解 这是一个蛮有帮助的一门课 你可以上网去搜寻 那这个讲完这个卷积层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 运算 刚刚那个中间完了 会做这个做所谓的Reroot 做非线性的变换 那就基本上就是一个 函数Function的一个计算而已 所以我们就没有Slide讲 那做完这之后 我们会做所谓的 词化层 词化层基本上就是在做缩小取样的意思 那这边举个例子 是其中的一种叫做Max Pooling Max Pooling就是 好几个临近的点 我只取中间最大的一个 比如说以这边这个例子 它会四个临近的点取一个 比如说左上方 1 1 5 6 那这四个点里面最大的是6 所以做完取样之后 只留最大的6 1 1 5 这三个全部丢掉 那同样的2 4 7 8 最大的是8 所以最后只留8 所以经过这个四个变一个的运算之后 原本左边这个 24乘以24 大小24乘以24 然后有64个卷积核的 这张图呢 会减半 因为长跟宽都是两个变一个 所以它会从224变成1 1 2 那卷积核 前面是64个 所以到这边还是保留 这也没有问题 我会讲的太快吗 看其他大大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Jimmy有问说 第一次要切几个 应该是比较之前的问题了吧 诶 没关系 可以再说 再 我可以随时解答 没有关系 请说 记录你上边开麦克风吗 然后等再重打一次 男新你可以事后 留在网页上面 或是以其他什么方式 发问也可以 那我可以问问题吗 诶 请说 诶 请说 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STEP 就是跳几格跟这边的down sample 的程度 是不是都可以是你的需求去调 然后让它加速 对 那这个基本上这是一个工程问题 就是说 在于你要解决的问题的应用 还有你的模型 本身是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是要tune的 就是要有一些 可能要有一些经验 你比较知道方向 这边的这些东西 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hyperparameter 那它是有一些方法在 但是它大部分还是一个工程经验的方法 它并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是说 你遇到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子 它没有这样一对一的这样关系 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请说 那个像这张同一片 它的224变1124减半这个 我懂那个64没有变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次 哦,因为 这个卷积盒是前面的这一个 用来取特征用的 所以这些东西 特征都要保留到下一个 因为你把它缩小的话 因为你前面取的特征 然后你后面就不用了 那这些 这些取到的特征 这些feature map 你没有用 等于说你就把它丢掉了 那你前面做的这就做白工了 了解意思吗 所以是说像你前面讲有一个 你要对 对它的神经的28个 就是你也要取28个 它的那个 那个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通常在前程 它取的数目会比较少 可能比如说都是个位数 比如说 6个8个 类似像这样的数字 那随着后面 因为你一直说 你的图 其实一直施针 所以你要保留越多的特征 所以后面的这个 kernel这个 卷积盒 保留的数目也会越来越大 好,来弥补 你的一直施针压缩 你把它想像它类似像一个施针压缩 因为你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点都丢掉了 所以你要保留更多的特征 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一下 就像这张投影片 它的F表示你取的那个kernel的宽度 对 那你取的大小 是不是决定了 你就切了几个D 呃,不是,不是 这边 这边的这个F呢 这个称为 这边有一个字打错了 这个Depth 应该是F 这边有个物质 我看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我讲错了 这边的D呢 是指你的卷积盒的数目 就这边的这横轴 一二三四五五个的数目 代表D 那F呢 是你左边的 你要做 convolution取样的这个 盒的大小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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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了解 好,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继续 那 那 卷积神经网路呢 有几个主要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 对比我们稍早提到的这个感知机 Perceptron模型 上图是感知机的神经网路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都会连到下一个的每一层 每一个神经元 就刚刚我们讲的Perceptron 输入都会连到下一个隐藏成的每一个神经元 全部都会连接 可是呢 在CNN 卷积神经网路呢 它只有 临近的神经元 或神经单位我才会连接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那个convolution 那个kernel的大小 以及它每一次跳几格 比如说以这边为例子 大家知道它跳几格吗 左边 一、二 这一个 跳两格之后 这一个就是接到下一个了 所以这个是strike等于二 所以它的第一个特性 Local receptive field Sparse connection 它只有在自己附近的 有连接 它不是在远的全部都 像Perceptron 全部通通连在一起 它没有 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生物的神经网路 那个Coticum Column 皮层的皮植柱 是不是很像 它只有临近的神经细胞 才会互相有连接 同样的CNA也借用了这样的概念 只有临近的细胞才有连接 那除了这个跟神经科学的联系以外 它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干嘛呢 刚刚有提到这全部的连接 它的计算量非常庞大 可是呢 到了CNA我把它只局限在附近的 所以它的计算量大大的降低了 它因为它不是全连接 所以它相对的这个做矩阵的加法 乘法加法相对的也少了非常多 少了非常多的数量级 那以同样的电脑硬体设备来讲 它可以更快的跑出结果 这是CNA比这个全连接的多层的 Eceptron要强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一个特性呢 叫做Weight Sharing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卷积盒 这个Weight 它一路的去做convolution的运算 那每一个这个盒 它的Weight 跳到下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三层 它三好了 最左上角的这个Weight的全重 假设它是1好了 假设它是一个正整数1 到了下一个运算的时候 它还是1 跟输入的值做运算 它还是乘上1 所以这边的W1 W7 W4 是完全相等的 同样的W2 W5 W8 它也完全相等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跳两格的 左边的1 2 跳两格的 Strike等于2的 那再来说 你因为这边只列出单一的卷积运算 跟词化运算 它会一个接一个 接下来又是一个卷积运算 词化运算 所以呢 你今天从这边进来的 最后会合流 到了更顶端的地方 它在 不管是卷积运算 还是Math Pooling 它会合流 那这个 会产生什么特性呢? 它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做Translation Inverance 这在讲什么? 这个名词有点难以理解 这代表呢 今天如果这张图 稍微左右偏一点点 比如说 以这个例子来讲 本来这个Pixel 在最左边的 那现在这个点 你用电脑处理 往右偏两格 对它而言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不会因为 你水平或垂直的偏移 而产生不同 这是一个CNN网络 一个很大的特性 OK 好 这个是刚刚讲的 这个 Sparse Connection Local Receptive Field 跟Wave Sharing 跟Translational Inverance 这是先 这个模型 最主要的两个特性 那接下来呢 OK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有平移不变性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这张图 是旋转 或是做缩放 或是做比例放大 长宽不同比例 那怎么办 那解决方式呢 最简单的就是 我在训练的资料集里面 用所谓的我们细称叫做工人智慧 比如说你今天 有一个人 脸朝着你 面对着你 然后站直的 OK 那我今天 比如说转个十度 送到神经网路里面去训练 他认不出这个人了 那怎么办 原本一个人站着直直的 他知道说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John 那我现在把它倾斜90度 一张图送进去 训练完了一张图送进去 他认不得了 那怎么办呢 OK 好 那我就制作几十张这个John的图 每次旋转一点点 然后每一个都跟他标示说 这个就是第一类 约翰这个人 这个就是人 然后去训练 所以整个深度学习的网络 训练完成之后 他就知道说 这个做倾斜的 同样的这个不管是猫啊狗啊 都做同样的事 做这样的所谓的叫做 Data Set Augmentation 之后呢 他就有 他对于倾斜的辨识率就会提高 那同样的这个缩放跟比例放大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 但是这个是有限的 他不可以说 我今天转个90度 或是270度 那你还期望他可以辨识到一模一样 那这个Case by case 他相对的模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 要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那在过去有很多解法 从最早的有做预处理的 就是利用一些影像处理的技术 让他比如说影像扭曲的 无法判断的 那我就去做一些Normalization 把它调成正常的图 然后再送进神经网路 那也有一些方式是从圈基盒上面去下手的 那今天我要提一个最新的 这张这个图呢 这个Slime 基本上是一篇论文 五天前出的论文 从微软亚洲研究院 北京的 亚洲 微软研究院 他们 释出的最新的一篇论文 叫做 Deformable Conversion Network 那这篇论文的独特之处 我们刚刚讲的任何的一个 倦机运算呢 都是固定的 它不会变 就一步接着一步 然后一个接一个 就一次移多少 一个多少step 或是多少strike 它完全没有任何可变性 那这个就会受限于 它对于物品变形的一些辨论 所以 他们这篇论文呢 提出一个方法 对于 倦机盒的取样 做conversion的取样 以及做pooling的 词化成的取样 我做一个 所谓的interpretation 影像处理的一个名词 叫做 内插法或插谱法 它实际用到的 演算法叫做 bininear interpolation 它 基本上呢 用白话来讲 就是说 从原本的位置 要取的位置 要做运算位置 它 取样一个叫做 delta p 位置 从原本 券漆核里面 随机 去取样 一个delta p 然后加进来 那个位置 所以 它就可以在原本的位置里面 去取一个 不是整数的 一个分数的一个点 这样子就会让整个的取样的可变性 大大提高 你可以看到 下面的图 A图呢 是一个基本的convolution的取样 我从最左边取一个三乘三的点 那b就是这一篇论文 它要讲的 我可以 对于这个点的 每个位置 这个三乘三呢 9的位置 集合做一个delta p的一个取样 它可以是任何位置的 去做内差的取样 取到一个新的点 那 对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类似像c跟d c跟d就是b的一个特例 c就是一个做expiration 比例放大 长宽比例不一样的一个取样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 宽的取样比较宽 长的取样比较短 第一的图 就是一个旋转 你没看到它每一个都是像 左前方做取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旋转的取样 右上方的图 基本上类似 这个是做pooling 也是做deformable的一个sampling 这个ROI叫做region of interest 就是你现在要取得位置的地方 这个是 目前来讲最新的针对于 这些 进来的图像 有一些变动 一个最新的一个解决方式的一个模型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会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一篇 如果你原本对CNN就有一些了解 那这篇论文值得进一步看一看 OK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模型本身 它的一些原理 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接下来呢 是模型越来越大了 发生一个问题 我们在过去几年间 从2012年 这个CNN红了以后 到2015年底 有很多的基于这个CNN 而产生的模型 从几层 然后一直到后来变成几十层 可是再上去之后 就没有了 大家新发表的模型 都是在几十层上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它的阶层越深的时候 会发生所谓的gradient manage 就是你 今天我们不打算深入讲这个 目前主流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规则呢 是透过所谓的叫做T度下降 跟到传递演算法 两者配合的 东西送进来是由前往后的 然后误差修正是由后往前的 那对于很深的几十层 甚至超过一百层以上的深度的CNN 或是我们今天没有讲的RNA 它会有所谓的manage 或是explore 爆炸或是消失的问题 这边它不会跑出结果 那后来是有一些技巧 比如说做叫做所谓的batch normalization 或是做drop out 或是做regulation 等等等等 或是做ensemble 有很多 后来过去这几十年 一二十年发展出来的技巧 来解读解决深度网路的问题 那可是呢 它还是会变成说 跑出来的结果 越来越不正确 对于很深的网路 它跑不出满意的结果 在2015年底 有一组人 他提出了一个模型 叫做highway network 高速公路网路 这一张slide的下方 一个公式 这是在2015年底左右 那在2016年的时候 一位华人 现在在Facebook服务 原本他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 是在Microsoft 他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模型 基于 眷积神经网路的模型 叫做residual network 简称为resnet resnet 基本上是highway network的一个特例 我这边有写 我们先看一下highway network的公式 它有htc 这些公式代表什么意义 今天就不讲了 当这里面的这个叫做 transform gate 跟这个c c我忘了代表英文数字是什么 它也是一个get 当这两个等于1的时候 上面这个公式 就等于resnet的公式一模一样 那resnet具象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它用一个道理就是说 我今天做了一些卷据运算之后 它的这个结果越来越失真了 这边的这个fs快要没有了 所以呢 我就把原本的输入加到后面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滑鼠在移动了 这个吗 我今天s输入 然后透过以这张图来讲 经过两个卷积层 ok 那到下一个运算的之前呢 我也把原本的输入直接加到这运算的结果 这个是简单的这个resnet 残差网路它的精神 那从头到尾就是做这个没有别的 那它至于为什么有效 这是一个目前很热门的研究题目 这是纯数学理论的推导 那有人说它是很多的浅层网络的组合 等等 那这边或许跟生物的神经网络 或许有一些关联 不过因为生物的神经网络实在太复杂了 目前还很难直观的把它两者连在一起 那我这边可以提到的 比如说以视觉为例 它从刚刚讲的视觉皮层 每个阶层 可能从V1V2一直到IT 它除了这个路径之外 它还有一个路径 它会从眼睛送到四丘 然后在四丘再回过头来送到皮层 那或许这样的一个路径 跟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关联的 这就有带后人 众多学者努力来解开这个谜团 从数捷的角度 从生物学实验的角度 看看能不能找出 它到底为什么真的有用 那这篇论文发表之后 所有几乎所有之后的深度网络 超过50层的上百层的 甚至我有看过有1000层的 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 包含现在Google最新的 TensorFlow里面有支援的 叫做Inception V4 Inception的第四代模型 它从V3到V4 基本上就是加了 主要就是加这个 这个RES内的这个 这个叫做Shortcut 捷径 那之后发展呢 有很多从2016到2017 现在为止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创意 那左边是第一篇论文 它的想法就是 直接有一个跳过来 一个捷径接近来 所以右边是Stanford大学提出来的 那 除了单独跳过来 内层有跳过来 外层有一个大跳跃 那从它的 它的论文里面讲 它的比较也比原本的模型 原本的RES内要好 跑出那个结果来 那这个称为ROR Residual of Residual 就是剩余之内的剩余网络 那 这个RES内呢 如果我们把它用模型 把它一般化来表示呢 它会长什么样子 那 左边这张图输入是倒过来 输入在下面 然后上面是 为最后的输出 那 右边呢 这个K呢 就是做卷积 它讲应该是kernel的意思 就是做 卷积的运算 那I呢 就是直接跳过来 I就是identity 像那个 那个矩阵的 identity matrix 一样 直接连过来 所以一层 一层 三个做残差的网络 那如果我把这个整个把它折叠起来呢 就像右边的 一样下面是输入 然后 这个是直接输出 然后到下一个时间点 会做 卷积核运算 然后跟原本的输入做相加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人学过 那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你可以看到这东西 已经有点长得很像了 有没有 好 这是从 这个理论数学观点来看 这个resNet 以这个recurrent form的形式来表达 那 有这个形式呢 就开始产生一些变形了 左边是 一个卷积网络的recurrent form 然后它里面做了两次的 残差网络 然后把它展开就像右边的 前面有一个小的捷径 左边有一个大的捷径 这是另外一篇论文 好像也是Stanford发表的 叫做Roopy Neural Network 它就像刚刚前面这个slide recurrent的残差网络 然后里面有两个卷积运算 然后把它展开 就像 残差网络 一个小跳跃 然后到了下一层 又另外一个大跳跃 OK 那还有什么变化呢 那刚刚讲的 都是一个接一个嘛 前面的连到后面的一个卷积层 后面经过几段运算的精力层 那后来在2016年底 2017年初左右 有人想到了 这个叫DanceNet 那如果每一个都跟后面连接呢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张图 那原本的连接值的单纯的CNN呢 它会是一个12345n等于5的连接 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呢 它就会产生N乘N加1 N乘N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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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2的连接 所以它5 刚刚是5个嘛 所以现在的DanceNet的连接 基本上就会有15个 15个连接 5 6 30再除以2 15个连接 大家可以算一算 还包含这一个 那它实际在实作上面就是 每一块的卷积运算跟卷积运算之间 它会去以一个block为单位 所以它这张下面的图一个码 它这模型里面有三个block OK 好 这是到目前为止 CNN 从最早期的1980年代的基础的CNN模型 到现在最新的进展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就直接开麦咯 我翻到天使是没有人提问 OK 那刚刚后面这几张时代就是目前 最新的研究的成果 那你基本上如果要把它商业化 你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CNN为基础的这个 religial neural network 残差网络 以及它的一些小变形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今年初 有一个蛮新鲜的概念 那这个在神经科学理论 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是在深度网络 就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 刚刚我们讲的是 religial neural network 残差网络 它是把它折叠起来 就像单一格的一个recurrent的形式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把CNN用RNN 用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形式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如果在座有不了解 它是另外一种网络模型 那它的特性就是 前每一个后面的 都会有前面的输入 所以不管到后面的哪一层 都会有前面的东西 运算的影响 就是前面的会影响到后面的 那这个图呢 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的输出结果呢 它也会输入到下一层的输入 那下一层的输出结果 也会输入到下一层的 下下一层的输入 这就是所谓的RNN 那这个叫做feedback network 基本上呢 就进一步的把CNN结合RNN 就是CNN 以RNN的形式做连接 这跟刚刚讲的不一样 刚刚讲的是上面的 然后直接showcut到下面的 现在是输出直接到下一层 所以它是用RNN的形式来做CNN 那每一个当然就是一个CNN的网络 它可以用RNN的基本方块来实作 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叫做LSTM的模型来实作 但它内部的判断还是一个convolution的CNN网络 那据称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逐渐的把目标辨识出来 那它的辨识的分辨的能力 它也宣称的比一般的要好 那下面这张图是它的object function 会趋近于比较非线性的 那非常有可能在之后 会有更多基于这样的论文被提出来 那这篇论文其实还很ROUGH 那它的实作也没有真的释放出来 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太多的论文 有follow这篇论文做出新的成果 那如果它之后有发表论文的更新 或是比较细节的实作 那可能就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就会跑出来了 这是一个CNN跟RN结合的一个新的方向 OK 好 到此我们已经提完了 现在主流的深度网络 其中的一个CNN模型 以及现在最新的进展 我们再回过头来提到 我们稍微早讲的 这个生物脑的神经网络的一些特性 包含这个C書等等 那在深度学习有用到很多的技巧 那C書是其中的一个技巧 那所谓的C書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网络里面 真正有作用的 就只有少数几个其他都把它打为零 就是让它相成之后为零 或是直接把它拿掉 那它的技巧有好多种 比如说深度网络里面常用的叫dropout 所谓的dropout 就是在一个深度网络里面 我会去加一些人工的 单元 然后这些单元都是binary 不是零就是一 那这个单元会跟我真正的神经元做相成 那它会以一个随机的机率分布 比如说是0.5 0.8 来随机取样 要把哪些神经元拿掉 那就像对一棵树做修剪一样 那只有做随机的修剪只会 会有部分的树会留下来 那另外一种技巧就是表达它可能在位层 或是隐藏层 把一些通 把它补为0 那这个在实作技巧上有一些方法 那比如说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是华人做深度学习 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吴文达他的一个投影片拿出来的 这个叫做西苏编码 Sparse coding Sparse coding 我们先看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向量 它里面只有0.8 0.3 0.5 其他几乎都是0 只有这三个向量的组成是有值的 其他都是0 那以上面这张图 那以上面这张图 这一个特征 用三个特征点来表示 大家不想还记不记得在稍早我们在讲眼睛进来的 那个Hierarchical Sparse Distributed Reputation 那张图里面 输入的图是一个方形 可是进到视觉处理的时候 它只有稀疏的点 的那个批植柱在处理 就是类似像现在这个例子 你会看到这观念很雷同 所以深度学习其实借用了很多神经科学的发现 这个是所谓的Sparse coding 那另外一种Sparse的特性是在做regulation 所谓regulation 如果我在做训练的时候 那我要防止它过度拟合 跟我的训练产生太大的依赖性 而有偏差 所以我要对它做一些惩罚像 就是不要让它那么像 所以会加一些惩罚的系数进来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L1的惩罚的系数 它就会造成西数的特性 就会造成有些的位置或是 会是0这样的一个特性 这有没有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想得到的 跟神经科学有一些连结的 一个类神经网络的一个 在石数上面 非常常常使用的一个技巧 惩罚像是制定的吗? 蛤? 惩罚像是制定的吗? 惩罚像是制定的吗? 那L1基本上就是变数本身相加 那经过一些数学运算之后 这个L1的这个附加项 它会产生很多的系数都会变成0 所以造成它的系数特性 那这个惩罚像在一般简单的 比如说你一般在可能深度学习 或机器学习的书里面 可能都没有都是做那个军方差而已 那这个会在比较复杂的网络 它才会比较产生它的效果 因为它比较复杂 比较难训练出你要的结果 然后要解决这个训练级的这个 所谓overfit 那这是常用的技巧之一 谢谢 OK 到此为止我们提到了 现在深度学习里面 两个最有名的模型的其中之一 最新的进展 那接下来呢 深度学习除了现在主流的 会继续往下走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深层模型 其中的这个叫做所谓的game 以及除了现在商业化 比较成熟的这个监督式学习 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监督式学习 以及这个深层模型的非监督式学习 以及用在游戏 或是用在机器人 或是一些安全应用等等等等的 叫强化学习的第三种学习方法 在这基础上面去现有模型做演变呢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 我们要不只是要做到现在的深度学习而已 我们要做到更理想的人工智慧 那下一步怎么走 这是最后一张slide 第三代的人工神经网路 这个网路的提出其实应该也有个十几年了 那在过去它是跟深度学习一样 它只是类似神经网路研究的其中一支 那因为基于perceptron感知机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前向神经网路的大成功 所以其他的神经网路模型 基本上都被压下去了 这边反而是比它同个时期 在过去二三十年提出来的其他神经网路 反而比较少人在研究 可是在最近这几年 这个脉冲神经网路 让一些比较想要让人工智慧更进一步的 有这样愿景的人 他投入了这个Spiking Neural Network研究 那有部分当然是属于工程的 有念电脑科学的 有念数学的 也有念心理学的 那又一部分人是认知科学的 神经科学的 研究脑模型的 那这很多人研究Spiking Neural Network 其实是对脑科学 大脑如何运作的 也有很深的兴趣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 主流的深度学习的第一代第二代的神经元模型 有什么不同呢 它比较像 稍微比较像 真正的生物神经网路 它是以一个神经脉冲为单位 我们看到这边 不管是S1 S3 S4 都有一个像一杠的东西 它是中间这圆圈上面这张图的简图 当然你在实作上 可能不会实作出 这样一个复杂的混合坡型 你可能会用类似像一个Sign Sign Web 正旋坡的方式 一个脉冲 或是更简单的 以一个方坡来表示 所以输入是脉冲 输出也是脉冲 所以它不是像刚刚提到的 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简单的数值的矩阵运算而已 不是说一个input的乘以wait 然后就等于一个output 它会把input做运算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编码方式输出 那这边的位置的关系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刚刚我们在稍早提到一个叫做海博学习法则 那它进一步延伸呢 它有一个生物学员的现象 神经细胞的现象 简称叫做SDTP Spike Timing Dependent Pasticity 这是在讲什么 刚刚海博只是说前一个神经跟后一个神经 如果他们的关系紧密 它的强度 联系的强度就会增强 那这一个呢更进一步 两者要有更紧密的关系呢 输入跟输出讯号之间 要有一个时间上面的依存性 前面的输入 请说 有问题吗 喂 刚刚是哪一位有发出那个音频的吗 还是不小心开到麦克风的 好感觉上应该是刚进来 然后麦克风没有关吧 OK 我们已经快讲完了 OK 那 这个SDTP 它表示说 输入的神经元 它产生的脉冲 要在输出的脉冲的前一刻 right before the output spike 所以它有这个依存的关系 你看到 关于SDTP的文章 你会看到类似下面下面这张图 有一个像两个对称的曲线函数 当这边前一个神经性 讯号强度增强的时候 后面的也会跟着产生反应 所以在第三代的spiking neural network 它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就是基于刚刚讲的这个 pebian learning rule的延伸 一 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关系 它产生的权重上升或降低 来学习 也有人把它叫做competitive learning 这是未来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发展方向 至于它未来会不会真的起来 然后取代原本的第一代第二代 简单的神经元 目前来讲还很难说 那它的困难在哪里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代第二代 这个模型为主延伸出来的这些 不管是CNRA 它的计算都是基于简单的这个matrix的运算 然后跑这个grading descent 跟back progression 它中间的关系 是可以比较类似像连续性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spike 它是discrete 而且 跟刚刚讲的不同的是 它有时间上的依存性 所以它除了spatial之外 它也有temporal 所以理论上这个模型如果 将来有大突破的话 它可以做更多的事 当然刚刚讲的这个back progression的方法 也是目前learning rule的竞争方法之一 它当然不是照搬拿过来用 它需要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性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是最后我想要讲的 关于这个深度学习网络 未来的可能进展之一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如果没什么问题 今天呢 分享的内容 大致上就是到此 是 是 好 先感谢杰森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开麦克风 我可以讲 请问一下那如果在应用方面的话 是不是就从 上面这些Network去挑一个 符合特性的去使用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商业应用的话 要看于你的应用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你基本上是做一些图像 相关的应用 那当然是以CNN为主 那如果你做的是一些语音的应用 那目前发展最成熟的是RNN的模型 那今天没有提RNN 是因为RNN跟神经科学的连结 比较薄弱一点 或许RNN跟神经科学的连结 跟听觉 生物的听觉有一些关系 但是生物的听觉的研究 没有像视觉研究的这么透彻 而且 生物的学习 大部分都是靠视觉的 所以也有一些 关于 文字 文字辨识的学习 就是所谓的自然语言 处理 也有人用CNN的模型来做 那或许这方面以后 有可能达到跟RNN一样的成果 甚至比RNN还要更进一步 也是有可能的 谢谢 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我如果像 像这个Deep Learning 你这一块的 背景知识 像例如那些线性怠速 或是一些统计回归的那些 是需要哪一类的这些知识 才比较好下去研究 基本上 整个深度学习里面 如果是基本模型 所需要的基本上就是微积分 主要是微分 跟基本的线性怠速 那如果是要更进一步 比较深的模型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深层模型这些 或是更复杂 网络的表达 那机遇就变得很重要了 谢谢 我要再 补充一下 可能大家 看 人工智慧 的一些书 或是相关的网站 你会看到他提到很多数学 那人工智慧 基本上现在还是一个 发展中的领域 所以他很多理论 那 这些理论 其实就跟其他学科 在早期发展一样 他会牵扯到很多的数学 所以他 会让人家感觉到数学比较多一点 可是我觉得 你今天 要了解 不管是人工智慧 还是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 这些数学只是帮助来 让你了解 这些模型的原理 而不是去 深究这个数学是怎么来的 怎么数学模型怎么推导 但你有兴趣去 把整个数学证明出来 那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如果说 一个你的数学底子没有这么好 或是 你只是要拿它来用 你倒不需要说 在数学方面 钻研过深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你如果要把深度学习 学好 去了解这些模型 是很重要的 因为 深度学习的程式设计 跟软体的其他领域很不一样 软体其他领域 你有一些很好的debug的方式 可是到了深度学习 那些方法 基本上大部分都没有用了 深度学习 它的程式其实都不大 如果你是用一些软体框架来写的话 比如说 现在大家最普遍追的这个叫TensorFlow Google的这个 Library 那你一般实作一个模型出来 基本上只需要可能只要几百行而已 所以它程式其实都不大 可是 你 除了这框架 你要了解怎么用之外 你也要知道这个模型要怎么写 或是要怎么修改 那如果它跑不出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debug 如果你对这个模型不了解的话 你根本就无从下手 你要怎么改你的程式 所以我才会说 你对于模型背后的原理 你真要有兴趣的话 你要好好下功夫 去了解模型本身 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好像在网络上看到 有一些 自己做一做效果不好 然后会讲说不知道 是不是过泥河 就是过泥河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判断 过泥河就是说 你今天 这个是以 这个所谓的监督式学习 而言 那监督式学习 就是会为一大堆资料进来 我们称为训练集 那这训练集 透过反复的 来回修正之后 它会学习到 这个训练集的集合 判断出正确的东西 比如说以图来讲 比如说里面有猫啊狗啊 假设猫是第一类 狗是第二类 汽车是第三类等等 那训练完之后 你送一张猫的照片 它理论上会判断它是第一类 好 那所谓的 overfit 过泥河呢 就是说 你的训练期训练出来 都对 可是真正 上战场的时候 它却失场了 所以我们在实作上面 我们会把训练集 拆成可能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然后四分之三 拿来做训练 然后四分之一 拿来做所谓的 叫做validation 叫称为 验证集 好 来验证 那验证集是 之前训练 它完全没有看过的 但是 是取于原本 这个整个的资料 好的一部分 那 validation 验证集 去验证 那会发现 假设有过泥河 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做修正 让它 减少这个过泥河 这个就是所谓的 叫做overfit 那 反过来 所谓underfit 就是训练不足 有可能的样本过少 或是你的模型太简单了 所以它学不起来 这就叫underfit 不想要这样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 那 目前像tensorflow 这一类比较流行的方式 它 它有 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个机制 让你去做validation 那 这个 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training 跟validation 是你自己要分的 就是你 OK 就你手上有资料 那 那你要拿其中的一大部分 来做训练嘛 那训练完之后 你的模型 如果成功 如果收敛的话成功的话 理论上 这些训练的资料 它都可以正确的辨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拿 验证集 来 确认说 它没有过度的拟合 只认得我训练的 那 它没看过了 它就会辨识错误 所以我要做修正 嗯 就是 应该怎么讲 就是 因为我们 没有食物 跑光那么多 那 一般如果 出现 就是 效果不好 所谓的修正 是指说 去修正模型 还是修正什么东西 哦 它 就我们训练完之后 会得到 内部模型的这个 修正后的位置嘛 哦 其实整个跑 所谓的神经网路的训练 就是要 找出 它的 内在表达 那 那 那以 监督式学习 就是内部的位置 整个 规定 到传递 演算法 就是 在修正 最后是要修正 这个每一层 连接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会得到 一个 可以 表达 哦 你 比如说它形成一个 自己内部的知识啊 这个位置的这些权重 那今天 它有训练过的东西 你再问进去 它就 它就有 这些网路 它就可以透过 它内部的 学到的东西 去推论出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东西 这样子 这样 有比较能够理解吗 OK 谢谢 嗯 那我们 那个 时间 也差不多 看 最后还没有 什么问题 要不好意思 跟那个 今天应该是讲最久的一次吧 两个相 交到两个相思的 对啊 要 準備要 那个 也要 上个车 什么之类的 学生大大辛苦了 那 那我们先把麦克风打开来帮 杰森大大 鼓掌一下 好不好 今天的主题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 那杰森大大如果 我之后有问题的话 在社团 如果上面的话 在 大家趕快先去加 那个杰森大大的社团 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杰森大大 那个社团 发文 你可以在那个脸书搜寻 人工智慧社团 应该就会找得到 应该就会找得到 那希望说 之后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到 杰森大大 来讲其他相关的主题 OK 那今天就 谢谢杰森大大了 那 好 那 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杰森大大谢谢 拜拜 好 那 这边也稍微 讲一下说 那个 3月30号 那个安德鲁大大 要来一次 那个 讲window container 的部分 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 达克的社团 先看达克读书会 那安德鲁大大也是在 业界很有名的 一位大神 那 这次是有跟 提巴米合作 那 这次的传送门 会放在他们那边 也是 有一点 业配啦 对他们会支付 follow一些 业配的金额 这样子 那 当然读书会还是免费的 只是说 传送门先放在他们那边 这样子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再多多支持一下 好 那 今天读书会就先到这边 感谢大家 大家晚安了 拜拜